清真認證專員 我是中國回教協會的清真認證專員 蕭維仁 歡迎大家收看這段影片 首先為什麼要申請清真認證 那我們就要先從 穆斯林的特性開始說起 穆斯林有些特性是我們要注意到的 那我這邊就提兩個最主要的特性 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禮拜 然後呢他們在吃的方面也有一些經濟 所以我就從這兩個地方開始著手 假設今天穆斯林來到台灣 他們到一個景點然後遇到禮拜的時間 那麼在這個禮拜的時間 景點可以提供他們祈禱的地方 然後他們下榻的飯店 在第二天早上可以提供 穆斯林可以使用的餐點 那麼這個景點跟這個旅館 一定就是他們來到台灣 首要的首選 所以說申請這個認證非常重要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看到這個認證 對穆斯林而言 他們就可以吃的安心 住的放心 玩的開心 這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目前全世界有18億的穆斯林人口 那麼在世界三大宗教裡面呢 是排第二位的 第一名的是基督徒 這邊講的基督徒是有包含 所謂的天主教徒 東正教徒跟基督新教徒 他是廣義的基督徒 那排名第二的就是穆斯林 那穆斯林就是所謂 信仰伊斯蘭教的信徒 穆斯林是信仰伊斯蘭教信徒的專有名稱 所以後面我們都會用穆斯林來稱呼信仰伊斯蘭教的人 那麼18億的穆斯林大部分都是聚集在東南亞 其實才是南亞 那麼這對台灣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一個新的商機 因為以往對台灣人而言 穆斯林伊斯蘭的文化我們是非常的陌生 但是現在政府開始推廣新南向政策 而這些穆斯林國家呢 尤其是東南亞這些國家都離台灣非常近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首先公部門的話 像台北市政府官方傳播局 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用心 跟認真在推廣這一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 穆斯林主要就是分佈在亞洲跟非洲 那麼剛剛有提到 東南亞的穆斯林佔的是最多的嗎 那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佔據第一名的是印尼 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 第二名是巴基斯坦 再來是印度孟加拉 這些都屬於南亞的部分 可是後面你看就是有馬來西亞菲律賓啊 好那就連一般我們所謂認知的佛教國家泰國 他也有300萬的穆斯林 所以東南亞穆斯林其實是很多的 那台灣就是有個優勢 就是我們離這些國家都很近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商機一個新的機會 我們從下一開始就應該好好了解 伊斯蘭以及穆斯林他們的文化跟禁忌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就是更有力的去爭取這一塊商機 好那麼參與本案計畫有什麼好處跟效益呢 首先凡是通過認證的景點以及旅館業者 我們會把名單提報給交通部觀光局 那麼他們會在中文跟英文的網站 勘載上這些通過認證的景點跟飯店業者 那這一張的話就是中文的網頁 那這一張powerpoint就是英文的網頁 另外通過回教協會認證的業者 飯店業者以及景點呢 我們也會上架到我們回教協會開發的 Hala Taiwan App 那這是我們自己開發的APP 那我們會把相關業者跟景點的資料上架上去 那這邊我有提供iOS跟Android的QR Code 那我留幾秒的時間讓大家可以先掃一下QR Code 好大家可以試著操作看看這個APP 好最後就是假如沒有參加這個計畫 一般來說的話我們會要支付兩筆費用 一筆是給回教學會的教育訓練費 然後第二筆是簽約的時候給公證人事務所的簽約公證費用 那假如說最後你有入選為接受輔導的名單的話 那這些費用都是不用支付的 那麼接下來我要說明認證的類別 那麼這次參與計畫的主要是針對景點以及旅館業者 那麼針對景點的話 我們是有推這個穆斯林友善環境認證 然後針對旅館業者的話 我們是推穆斯林友善參旅認證 那我先來介紹這個友善環境認證 它的代號是MFE 那麼它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在你的場域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空間作為祈禱師 讓穆斯林可以進去做禮拜去禱告 那這個空間至少要可以容納兩個人 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祈禱師呢必須張貼禮拜時間表 以及張貼朝拜方向的貼紙 那麼這個部分呢回教協會會免費提供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另外還要製作使用規範 就是你們祈禱師的使用規範 然後需要有中文跟英文 那這個使用規範的話就是要根據你們各單位的管理規定 還有營運時間 然後去自行編寫 還有至少要準備禱告坦兩張 為什麼呢因為剛剛我提到說 空間裡面至少要可以容納兩個人 所以至少要有兩張的禱拜坦 另外祈禱師附近的公共廁所呢 男生女生廁所各一間的馬桶至少要裝免費馬桶 或者是沖洗噴頭 因為穆斯林在做祈禱之前會需要做一些洗淨 那麼他們會需要有一個靜夏的動作 那靜夏動作我們就需要就是 他的馬桶要有免費或者是沖洗噴頭 讓他們可以做靜夏這個動作 男生女生廁所各一間馬桶是免費或者是沖洗噴頭 另外祈禱師的入口處 有的是可以擺在裡面的玄關 擺放拖鞋或是鞋子的鞋櫃然後鞋架 他沒有限定請示 你可以是塑膠的或是木頭的 直立的橫式的都可以 就是讓他們可以放鞋子 然後進去做禱拜 最後一點也很重要 就是你在場域裡面 你要明確的指標跟指示 讓穆斯林旅客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場所裡面有提供相關的友善設施 有祈禱室有靜夏設備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麼誰適合申請MFE呢 首先是公園然後遊樂園 藝文中心 博物館跟展覽館還有會長中心 觀光景點以及公家機關 各個各個設施都適合來申請 穆斯林友善認證 友善環境認證 那麼這個友善環境認證 它的效期是兩年 它的全名是 Muslim Friendly Environment 好 接著我要介紹的是MFT 就是友善參旅的認證 那麼有幾個主要的規定 會先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那其他詳細的規定 後面呢會再發更詳細的 詳細的認證規範給各位業者 那首先最重要的是 認證的客房需要有20間 就是你全部的旅館裡面 你至少有20間來申請 這個穆斯林認證 那申請穆斯林認證的 首要條件是說 在這個客房裡面的馬桶 你一樣是要裝成免制的 或者是加裝沖洗盆頭至少20間 那假設說你的旅館規模沒有那麼大 你是民宿 你的房間不足20間 你可能只有12間房間 或者是9間房間7間房間 那沒關係 假如你只有7間房間的話 你就7間申請 全部申請穆斯林客房 然後馬桶做成免制或加裝噴頭 再來就是認證客房裡面 不能有人物跟動物的畫像 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因為穆斯林剛講過 一天要做5次禮拜 然後他們在飯店的話 一定是在客房裡面 做禮拜做祷告 那麼對於穆斯林而言 我們教義有規定說 只能崇拜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真主阿拉 那真主阿拉 他是沒有形象或者是肖像的 所以說 像你們去清真寺的話 你會發現說 在清真寺裡面沒有任何人物或動物的肖像 因為這樣的話就會違反教義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所以在穆斯林的客房裡面呢 不要有人物或者是動物的肖像 或者是畫像 那一般我們認證的業者 他們假如說有一些掛畫的話 通常他們都是掛風景 或者是植物的掛畫 那就不會有問題 就是要避免掉人物跟動物 那假如說 我們飯店的那個走廊 有人物雕像 或者是有動物的掛畫 有沒有關係 那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不會在走廊做禮拜祷告 他們在客房裡面 所以我們才會規定說 客房裡面不能有人物 或者是動物的畫像 那再來客房裡面 需要準備禮拜時間表跟方向貼紙 還有十張禮拜時間表跟朝拜方向的貼紙 協會會免費提供 那禮拜時間表跟朝拜方向的貼紙 協會會免費提供 協會會免費提供 那禮拜時間表的話需要自行購買 那麼購買的地點呢 你可以選擇在網路的電商平台購買 像是momo啊 蝦皮啊 這些都可以買得到 又或者是在 就近的印尼商店 有的也會販賣禮拜坦 那麼至少要有十張 那假設說你的客房 只有六間好 你整個旅館或是民宿的客房只有六間 那你就準備六張禮拜坦 另外認證的客房裡面不能有 酒精跟成人頻道 就是像minibar 你不能提供有酒精性的飲料 或者是提供酒類 然後成人頻道 假如你有的話 那就一定要把它鎖嘛 鎖起來 另外很重要的 旅館必須要提供穆斯林旅客 早餐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說明 早餐準備的注意事項 我會分兩個部分跟大家說明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要大概簡要的提一下 穆斯林的飲食禁忌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不能講得太細 那我就粗略的講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首先第一個 穆斯林絕對不能碰到 豬跟酒 那一般我們想說 那我就是把豬肉拿掉 不要豬肉 然後呢 久了後不要拿米酒倒到菜裡面 就可以了 但有時候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加工製品 或者是調料裡面 可能會含有豬油 或者是酒精 那這會導致很多業者 會不小心誤觸地雷 所以這一點是特別要注意的 那麼第二點呢 一般我們嘗試的肉類 雞、鴨、牛、羊、鵝等等 都是需要通過清真認證 那所謂通過清真認證是說 這些動物他們是要經過 符合教法規定的方式去宰殺而成的 所以沒有經過這個教法規定宰殺的肉類 穆斯林不能吃 好 第三 所有會用到的調味料 像是醬油啊 醋啊 這些東西 最好是使用有 清真認證的調味品 就是像可以避免我剛剛說的 就是混到 像是酒精這一類禁忌的食材在裡面 說到這邊 大家不要太緊張 也不要太害怕 覺得說 蛤 做這個東西好困難好複雜喔 我想告訴各位的是 現在有非常多的廠商 非常多的品牌 非常多的產品 都有通過清真認證 遠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而且都是很容易就可以取得的 然後到時候我們協會會提供各位參考的名單 所以這點各位先不用擔心 那再來 那再來 除了剛剛講的禁忌之外呢 就是公餐的方式 公餐的方式呢 針對我們已經通過認證的業者 我粗略了歸納出三種公餐的方式 第一種 就是buffet自助餐的形式 那這一般就是 比較大型的飯店常用的方式 那假如你是用buffet的方式來公餐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 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 跟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 兩個不要擺在一起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有一次去檢查的時候發現 有某一個飯店 他也是用就是buffet的形式來公餐 然後我們就看到 左邊這邊放了一盤火腿 右邊放了一盤青菜 那火腿是豬肉 穆斯林不能吃嘛 那青菜蔬果類的他們可以吃 好 然後我們這時候發現了 青菜上面的夾子拿起來一看 有火腿的殘殺 等於說整盤青菜穆斯林都不能吃了 那這時候他們只要一吃 等於就是違反了教義 他們就會違反了自己的教規 這點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一定要避免 所以說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 跟不能吃的東西 要放遠一點 至少至少不要放在他的旁邊 一定要離遠一點 避免發生交叉污染的狀況 第二個是比較多業者採用的方式 就是用套餐的形式 那套餐呢 有分成幾種準備方式 我先說 第一種它是比較大型的飯店常做的方式 就是它菜單會開得很豐富很精彩 有肉類啊 可能是有牛肉啊 雞肉羊肉啊 然後有海鮮啊 有蔬果類啊 然後有湯啊 飲料啊等等的很豐富 但是有很多中型或是小型的旅館呢 他們可能在成本上 或者是在管理上面的考量 或者是空間上面的考量呢 他們有辦法就是做這麼多菜出來 那他們就會採用一種方式 把肉類的品項都取消掉 就是我做素的 這邊講的素 不是像一般吃素的人 有分什麼五星素啊 然後淡奶素啊 泉素啊 這邊指的素就是沒有肉的料理 那你做完全沒有肉的料理 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 它就是只有存海鮮 然後蔬菜 然後可能水果 飲料茶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是符合清蒸的標準 因為海鮮跟蔬果類 是不需要通過清蒸認證的 然後這樣最大的好處就是 今天不管是穆斯林的旅客 還是一般平常非穆斯林的旅客 大家都可以吃 你不用想說食材 我要怎麼去區隔它 然後我要怎麼去採購 沒關係 就是你買的所有東西 所有的旅客 都可以吃 這個操作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 也有很多中小型旅館 採用這一種公餐方式 好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呢 就是直接進清蒸的條理包 所謂清蒸條理包 就是說它這個條理包的 食材啊 都是通過清蒸認證的 這個的話有需要的話 我們回血也會提供廠商的名單給各位 那條理包過來很簡單 它就是直接微薄加熱 加熱之後呢 我可能再煮兩道青菜啊 然後加個荷包蛋啊 然後再加一杯果汁 或者是一個水果 然後一杯茶 這樣也是一個set 這樣也是一個套餐 這樣也行 也是有一些業者是採用這種方式來 當作他們的穆斯林菜單 好 那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在這兩年 我們認證的時候 認證到遇到蠻多單位 他們是 類似像台北車站周邊的這種青年旅館 青年旅社的背包客棧 他們本身可能就沒有供應旅客早餐 或是任何的餐點 有的他們甚至連廚房都沒有 那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 他們要怎麼符合我們的規定申請認證呢 那很簡單 我們後來想出一個辦法 一樣是用套餐的概念來解決 那我把它稱之為微套餐 微是微小的微 然後它也代表著 極其簡單 精簡的意思 如何的簡單法呢 就是所有的食材 你在連鎖的超市 像是美聯社全聯 或是量販店家樂福 你全部都可以買得到 舉例來說 像印尼最有名的泡麵叫做 銀多米 中文叫銀多麵 它本身就有通過情深認證 好那我們就買個銀多米 來當主食好了 另外大家在廣告廠看到的 轉一轉甜一甜的Oreo Oreo它也有通過情深認證 它在便利商店 像是全家Seven Live Food 這些地方都買得到 那我們就買Oreo 當甜點好了 那你有主食有甜點 那我再多買一個水果啊 看是要買橘子啊 蘋果啊或是香蕉都可以 然後呢 我們再供應紅茶 綠茶 烏龍茶 都可以 這樣的話 就可以形成一個簡單的Set 它也是一個套餐的概念 那對於選擇輕旅 或者是北包客棧 預算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旅客而言 這樣的一個套餐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式 可以供 假如你是像青年旅社 或是北包客棧 那你沒有廚房的業者 你們可以參考這一種做法 那麼誰適合申請MFT認證呢 首先當然就是一般的旅館 然後再來就是國際觀光旅館 再來就是小型的民宿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認證標章呢 是綠色的 然後MFT的全名是 穆斯林 Friendly Tourism 它的效期是一年 跟友善環境不一樣 MFE它是兩年 那麼友善參旅MFT 我們是只給一年 好接下來我要說明認證步驟 首先非常重要的第一點 有意願要報名參加的景點 或者是旅館業者 會需要請你們上網 填寫置評表 然後連結的話 到時候會提供給各位 填寫置評表之後 再提出報名 之後呢 認證輔導團隊 會以視訊或到場 到現場的方式 進行評估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 到時候我們看情況會 會選擇看似用視訊 或者是現場的方式 進行評估 那認證團隊的話一定 包含我本人 所以大家會 還會再見到我 那麼針對這個 現場評估的結果 市政府最後會 評選出 最後入選的名單 那麼他們也會公告出來 最後要接受輔導的名單 有哪些景點或者是業者 公告之後呢 我們會請 接受輔導的業者或景點填寫 認證的這個申請表 之後呢 會再請各位 針對現場軟硬體 需要改善的地方做改善 做完改善之後 我們會用視訊或到場的方式 進行輔導然後複查 最後我們會舉辦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舉辦結束之後 我們會再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需要改進的 確認一切都沒有問題的話 最終就是 簽約公正 合法證書 然後就完成整個認證的流程 那我相信只要照著 我們執行廠商學資旅他們 要求的步驟 一步一步來進行的話 其實過程會非常順利 而且不會拖太久的 但一切就是需要 大家要多多的配合 那接著就是認證 該準備的工作有哪些 首先就是跟剛才一樣 你就要先上去填寫自評標 然後最後 報名參與輔導企劃 那再來假如你是屬於景點單位啊 像是博物館 或是其他一些遊樂園啊 景點等等的 你們要先去評估 然後看看你們場域裡面 裡面有哪些地方是可以 拿來做祈禱式的 那祈禱式剛剛有講過 至少要可以容納兩個人 要找一個可以容納兩個人的空間 那麼假如你是旅館業者的話 至少要先規劃 二十間將來要作為穆斯林使用的客房 那假如說你的總房間數連二十間都沒有的話 那假如說 剛有講過 假如你管只有九間房間的話 那就九間全部申請穆斯林客房 那穆斯林客房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說 你廁所裡面的馬桶要做成免治或者是加裝噴頭 那再來旅館業者可以先規劃穆斯林早餐的菜單 那規劃的形式的話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我剛才講的那幾種公餐的方式 那麼如果各位有時間有機會的話 不妨也去跟學資旅的簡總多多的請教 因為簡總在這方面有相當多的實務經驗 他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對象 再來就是最後受輔導的業者 跟或者是景點呢 要配合軟硬體設施的改善 我相信真的照著我們的步驟一步一步來 整個申請的流程會非常的順非常的快 最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一些範例照片 那我會著重在祈禱室、廚房跟餐廳的部分 我們先看祈禱室 祈禱室的話 左邊這張圖 它是國立中正紀念堂 然後右邊這張圖是 資深文化生態律元 那兩者的差別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正紀念堂它就是所謂的豪華版 它是一個房間 它就是一個房間 然後剛好可以容納兩個人 那其實國父紀念堂的話 他們的祈禱室也是採用這種豪華版 它就是有一個房間 然後可以容納兩個人 可是像資深文化生態律元 它沒有辦法 就是生出一個房間可以容納兩個人 那怎麼辦呢 他們剛好在樓梯上來 二樓角落處是一個閒置空間 就簡單的鋪上木地板 然後呢 在天花板加裝軌道 之後再掛上這個布簾 這樣一拉起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清格間 而且你各位可以看到旁邊還有鞋櫃 就完全符合我們的規定 然後重點是 重點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兩張拜坦 所以說這個空間符合規定 它可以容納兩個人 然後拉起來就是一個清格間 所以假如說你們的場域 沒有辦法生出一個 這種豪華版的可以容納兩個人的房間 那你不妨就是 考慮用這種 精簡版的清格間 好那再來 就是祈禱室的話 我們都會要求要有 中英文的使用規範 那假如你是房間的話 那當然就是貼在門口的門上面 那假如你是那種清格間的形式 你可能就是貼在旁邊的牆上 那麼在祈禱室附近的廁所 跟餐廳的一樣 我們就是要提供 男生女生廁所各一間 那馬桶是要加裝免制 或者是加裝噴頭 二選一 那麼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免制跟噴頭的有缺點 免制的優點就是說 它的話水花不會漸出來 漸到地上都是 但是缺點是它成本比較高 那麼噴頭的好處呢 是成本比較便宜 它大概兩百多塊 接下來就可以外接一個 這個噴頭 洗淨噴頭 但是它缺點跟免制的相反 它可能會噴得滿低都是 所以可能會有清潔上 或者是安全上的疑慮 那究竟是要做成免制 或者是做成噴頭 那就要看各單位你們自己的考量 好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讓旅客知道 你們的場域有提供相關的友善設施 跟祈禱式 像左邊這張圖 它是在服務台 上面就是放了這個標示 讓路過的旅客知道說 他這邊有提供祈禱式的設施 然後像右邊這張圖 他們這個單位 是把這個牌子掛在天花板上面 跟哺乳式的放在一起 就是它這個指標 讓旅客知道說 他這邊有提供祈禱式 那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花了時間 花了錢 去做了祈禱式 提供這些設施 那最後要是都沒有人知道 你有這一項服務的話 那不是浪費時間擺做了嗎 左邊這張圖的話是鞋櫃 那這邊它採用的是木頭 然後橫式的 那我們不限定木頭 你只要是 可以放鞋子的就可以 沒有限定說一定要木頭的鞋櫃 可能可以是塑膠的 然後不限定說是一定要橫的 或者是直的 重要的是可以讓他們放鞋子 然後右邊的話 每個通過認證的業者 或者是景點 我們都會提供牌框 那假如說你是景點的話 一般就是會掛在祈禱師的外面 那假如說你是那種沒有房間的 是那種清格間的祈禱師的話 通常他們會放在服務台的後面 重點是要放在顯眼處 也是讓穆斯林旅客知道說 這邊是有通過認證的 他們可以放心的來這邊 借祈禱師來做禮拜做禱告 另外就是祈禱師的外面呢 我們會要求就是要貼標示 什麼樣的標示呢 就是有星星月亮這個標示 就代表說這邊是可以做祈禱使用的 那麼協會這邊有公版可以提供給各位 那大家也可以自行自做都可以 假如說七小時的話 那當然是貼在門口 那假如說是清格間的話 一樣就是可能貼在旁邊的牆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廚房的範例照片 像這個業者呢 他們就是用清格間的方式 做了一個獨立廚房出來 什麼樣的獨立廚房呢 就是在這個廚房裡面 無論是食材也好 餐具也好 或者是廚具也好 全部都是佛穆斯林的 都是穆斯林專用的 當然這種形式是我們最鼓勵也覺得最棒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出現交叉污染的狀況 或是混用的狀況 可是呢 這樣做的業者其實非常的少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大部分的業者而言 第一個可能是預算考量 第二個 他們可能想做 但是呢 他們的空間很受限 沒辦法做所謂的獨立廚房出來 那麼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能用現有的空間 去做有效的區隔 那我這邊講一下 有效的區隔有幾點要注意 假設你的冰箱只有一個好了 那麼 穆斯林可以吃的食材跟穆斯林不能吃的食材 一定要分清楚不能混放 那麼一般穆斯林旅客吃的食材 它一定不會比一般旅客進得多嘛 那我們就會建議說 把穆斯林旅客可以吃的食材 放到冰箱最下面那一層放蔬菜的 放水果的那一層 那這樣就行了 主要就是避免說交叉污染交叉混用的狀況 然後呢 廚具跟餐具也要有效的區隔把它分開 然後 放穆斯林使用的廚具餐具的地方呢 你要做清楚的標示 避免說其他的東西混放過來 那麼另外 也要準備一個獨立的水槽 供穆斯林使用 專門就是洗穆斯林使用的食材啊 廚具啊 餐具啊等等 再來就是烹煮的部分 你要留一個火爐 給穆斯林的食材 專門來烹煮使用 當然看你的菜單而定 假如你是那種調理包啊 或是其他很簡單的食材啊 可能連火爐都用不到 你可能用電磁爐 或者是微波爐就可以解決了 那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補充說明喔 就剛才有講過 假如你的常態性早餐 沒有使用豬啊 酒啊 或是其他肉類產品 就是我剛說素的 都只有蔬菜、海鮮、水果 然後茶這些的話 那你也不用管區不區隔的問題 因為反正大家都可以吃 然後再來就是 假如你的產品 還是有豬跟酒跟沒有經過認證的肉品的話 就像我剛前面講的 你要做有效的區隔 針對廚具、鍋爐、設備、餐具、清潔、乾貨、冷藏 用餐具等等 你就要特別分為穆斯林跟非穆斯林 然後範例照片二的話 就是我剛有提到的 假如說你是有分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話 像儲具、餐具的擺放 就是擺放一定要很清楚 不能有發生混放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要求貼標示 那這個標示你可以自行自作 協會也有提供公版的 就是主要註明說這一區是清真專用的區域 那你其他非清真的東西 穆斯林不能使用的東西 你不能混放過來 那我們以前過往檢查的時候 偶爾還是會發現有些業者 他們會不小心混放其他的東西 雖然都不是放什麼 比如說豬啊、酒啊 但是呢 這種事情我們要盡量避免 盡量不要讓它發生 要把它區隔得非常清楚 這個非常重要 清洗穆斯林的儲具、餐具的話 這個清潔劑不能有酒精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穆斯林專用的洗碗槽 然後這家飯店也很厲害 它弄了一個穆斯林專用的洗碗機 再來是菜肴運送的部分 然後菜肴運送的話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什麼原則呢 就是說穆斯林使用的餐點 跟非穆斯林使用的餐點 你不能同時運送 因為非穆斯林使用的餐點 它可能有豬肉、有酒精 我們會 可能會不小心發生交叉、污染 或者是那種氣味 這樣混在一起 這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我們不希望說 穆斯林旅客的餐點 跟非穆斯林旅客的餐點 是同時這樣運送 要分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然後再來用餐區的話 像這個是自助餐的形式 那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盡量就是把 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 集中在某個區塊 像這個 像紅色區塊 它可能就是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 然後其他桌都是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 不要發生說 就是左邊一盤火腿、豬肉 然後右邊一盤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 這種時候很容易發生交叉、污染的狀況 再來是標示卡 這也很重要 就是標示卡有兩種標示方式 一種就是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 你全部打上哈拉的字樣 就代表說穆斯林可以吃 另外一種就是 你只標示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 你畫上就是一個豬頭 假如是豬頭畫上一個豬頭 或者是寫pork 然後酒類的話 你可能就是畫個酒的圖案 或者是寫alcohol 穆斯林看到他們就知道 這些東西他不能吃 那其他沒有標pork 或者是alcohol的東西 他們就可以使用 那至於要怎麼去表列標示的話 就看各位業者你們 怎麼考量 當然假如說你是用套餐形式的話 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菜窯陳列的標示 這也是自助式的 buffet的才有可能出現 那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標示 不管標示卡是放在後面呢 還是放在餐點的前面呢 務必清楚 一目瞭然 就一看到就知道說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穆斯林可不可以吃 就是務必清楚 一目瞭然 然後餐具的陳列標示 這也是自助式的 比較有可能出現 因為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假如你提供的餐點是有 分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話 那麼你的廚具餐具都要做區隔 所以像這邊它放的都是所謂 穆斯林可以使用的餐具 那你這邊就要有特別表示說 這一區的餐具是穆斯林專用的 好那再來我們也會要求說 業者要製作所謂的 穆斯林專用菜單 那這個專用菜單的製作呢 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你當然是 可以印出來給 穆斯林旅客現場看 第二個 飯店可以 PO在自己的網路上面 去做宣傳 第三個 我們回血 也可以把它放在我們自己的網站 幫各位業者去POMO 或者是做宣傳 所以在申請資料填寫部分呢 我們都會要求業者提供 A4的彩色電子檔 菜單的這個 細項 到時候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補充說明3之1 我這邊要說明就是餐具的區隔 餐具的區隔有分兩種形式 首先是第一種 第一種呢 它是在 就是一般的白色的餐盤啊 杯子啊 或是碗啊 加上哈拉的字樣 表示它是清真專用的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穆斯林專用的餐具呢 它不能使用骨池 因為骨池它含有動物的成分 我們不曉得說這個動物成分它 它是不是符合行政的規範 所以骨池不能使用 那假如說你是使用這一種形式 就是在餐盤上面 餐具上面印上哈拉的字樣 然後假如你想去跟交通部官網局 申請相關補助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哈拉字樣 你要印在很明顯的地方 你不要放在比如說杯子你放在杯底 然後碗的話你印在碗底 然後盤子的話你印在盤底 讓人家沒辦法很清楚的辨識 這樣的話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遇到一些麻煩 不管是對評審委員而言 或是對於業者而言 是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假如你是要採用這種形式的話 要特別注意 好第二種方式呢 它很簡單就是用顏色來區分 那麼大家一定可以想像得到 穆斯林旅客他絕對不會多於 其他非穆斯林的旅客 所以說非穆斯林的旅客 他們還是用原本白色的餐盤啊 碗啊杯子啊 那麼穆斯林旅客我們就用另外一個顏色來做替代 像這家業者他是選擇用綠色 他的所有綠色餐盤 碗杯子都是給穆斯林旅客使用的 那其他像說筷子啊 叉子啊 湯匙啊 這一些 你可能就是可以找不同的紋路的筷子 或是湯匙叉子 作為辨識 我們要求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你要可以很明確有效清楚的辨識出 哪些是穆斯林可以使用的 哪些是非穆斯林使用的 要明確的區分分辨清楚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補充說明是用餐區的規劃 早餐請盡量將肉品類分開放置 避免夾子互相污染 這就是所謂 蜘蛛餐Buffet形式比較容易出現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 把穆斯林可以吃的東西跟不能吃的東西分開放 然後穆斯林不能吃的東西 你盡量集中在某一個區塊 就是不要分的到處分散到處都是 然後再來如果能替穆斯林團體保留 然後角落的區域座位更佳 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說 穆斯林他周圍可能的人 周圍的旅客都愛吃豬肉 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最好是幫他們安排到角落的地方 那假如說你們空間足夠 如果有所謂的獨立包廂 那當然更好 那另外清真用餐的專區呢 不能陳列或擺設人物動物的塑像 或暴露的圖像 那一般餐廳的話 假如你沒有獨立包廂的話 其實移到角落的區塊 不太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麼清真的用餐專區不能提供酒類 這邊指的不能提供酒類 就是你不要主動提供酒類給穆斯林 好那這兩張圖就是這兩個業者 他們都是採用包廂的形式 那當天早上如果有穆斯林用成的話 他們也會貼上所謂的穆斯林專用包廂 當然這個穆斯林專用包廂 不是說他永遠只能接待穆斯林旅客 其他人都不能接待 然後其他事情都不能做 等穆斯林旅客離開的時候 就還是可以做其他的使用 只是說 穆斯林旅客使用的期間 就是務必遵守上頁我們講的那些規定 好那一樣用餐區 最鄰近的廁所呢 一樣男生女生各一間 然後馬桶 然後是要選擇用免制 或者是加裝噴頭的形式 那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噴頭的話 位置請裝在使用者的右手邊 因為穆斯林使用噴頭的話 都是使用右手來操作噴頭 然後左手去做靜下搓洗的動作 所以不要擺錯邊 因為有的業者不清楚可能一開始會擺錯邊 然後 所以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的方向是在使用者的右手邊 好那接下來是客房要準備的設施 客房的部分主要就是 禮拜時間表跟朝拜方向貼紙 還有禮拜坦 那麼上面這兩個 時間表跟貼紙 協會會免費提供不用擔心 然後 拜坦的話就要自行購買 那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在電商平台像是 MOMO啊 蝦皮啊 或者是實體的印尼店 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禮拜坦有兩種形式可以考慮 一種是像地毯這樣的形式 那麼另外一種呢 它是塑膠布料的 它折起來之後可以變小小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植被針 這種是旅行用的 兩種類型的禮拜坦都可以使用 那就看各位怎麼考量 好這邊再補充說明就是 4家常見的國際清真認證機構 他們是專門認證原物料的品項 其實這4家牌子呢 他們所認證的產品 在台灣的市面上非常常看見 它出現的頻率比你們想像中的都還要更高 舉例來說 左上角是泰國的C卡 幾乎所有泰國出口的調味品 加工製品或是零食餅乾這些 很多都有通過C卡的認證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你去全家或者是去7-11 買海苔的話 泰國海苔一般看到的可能會是小老闆海苔 或者是相夫手海苔 不管是小老闆或是相夫手 他們都有通過C卡的認證 那摩椅認證的品項也相當的多 像我們常見的那個瑞士餅乾 紅色的那個瑞士餅乾 或是我剛有提到的 廣告廠出現的甜甜轉一轉的那個 Oreo Oreo也是印尼摩椅認證的 另外Jakin也認證非常多零食類的東西 然後最後Theta的話 剛有跟各位提到說 盡量使用有通過認證的調味品 那很多像是醋啊 香油啊 或者是醬油啊 都有通過Theta的認證 所以相關的廠商名單 我們也都會提供給各位座位參考 好那最後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實際的案例 就是在疫情爆發之前 有一天我接到101的窗口打來的電話 因為101他們有申請友善環境的MFE的認證 他們打來說 那個他們穆斯林的旅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祈禱室已經功不應求了 會出現那種大排長龍的狀況 他們必須要開第二間祈禱室 來疏散這些穆斯林旅客 來問我說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項 那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就是說 穆斯林旅客他們其實不管到哪邊都有宗教方面的需求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穆斯林而言 信仰就是生活 信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分割的 只是說以往台灣這方面設施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沒有太多穆斯林友善設施的時候 他們來到台灣知道台灣不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所以他們可能選擇將就選擇所謂的入境水俗 他們可能沒有提出他們的需求 但是他們沒有提出來 並不代表說他們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所以當我們可以為他們多想一點 多做一點的時候呢 那在我們爭取這一塊商機的方面 一定是會有好的影響 我們回席的是本著使命推廣清真認證 而各位業者呢 大家是為了這個新的機會 新的商機爭取新的客源 我們不妨就趁這個疫情的期間 因為疫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趁著這段時間超前部署 我們超前部署趁著這個機會 所以我在這邊誠摯的邀請各位 參與本次的輔導計畫 如果有任何相關的問題 歡迎聯絡學之旅的陳秀玉小姐 最後最後也非常感謝各位 本次的觀看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